每年的这个时候 都是进口车离子大量上市的季节 今日呢 今年首批海运车离子 从智利抵达上海 目前车离子的价格如何 品质怎么样呢 我们一起到市场上去看一下 这里是上海市凤贤区的一个 进口水果批发市场 我现在所在的这条街呢 被市场称为是最贵的街 因为路两边呢 都是车离子产品 现在呢 是一大早六七点钟 那么从昨天晚上凌晨到现在呢 一共是累计有六七十箱的 车离子的货柜陆续抵达 据悉这批海运车离子 总重超2500吨 共126个集装箱 由智利出发 经过23天的航行后 抵达上海 车离子呢 主要是今天一个刚到的嘛 我们也是在这个开柜的现场 做直播 一天的话 平均出货量在1000盒左右 记者走访发现 目前各渠道的车离子 售价差别不大 差异主要取决于品种和规格 目前价格还是挺高的 预计后面 因为这马上 直接靠上海的第二船又到了 所以价格后面 肯定会往下掉一点 350件的200 就这十来天时间 会有个大幅掉价 记者了解到 这批车离子 下午两点半抵达港口 凌晨就能运抵达市场 今年海关 对于车离子入关 采取提前申报汇总征税 不见面申领等一揽子措施 通关效率相比去年明显提速 我们专门为车离子设置了绿色通道 安排专人查验 快速取样送检 没有抽中取样送检的 当天即可放行 基本上在我们海关查验这个环节 两到三小时 最快樱桃就能放行了